原來主播是蘿莉控 你們怎麼瞎必要亂講啊 等一下先來跟大家討論一件事情 今天呢 主播的命運呢 會給你們做主 今天準備的是這個 要氣死三個人 知道你是蘿莉控嗎? 我不是!你們閉嘴! 我必須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存在在我的生活中 有著非常大的問題了 評辱算是酪梨嗎? 嗯... 我覺得你們先聽聽我的辯解 不是辯解 我等一下說的事實 我戀童怎麼復強 不是!你們大家都被這個思想給洗腦了 大家都出了一點的問題跟狀況 所以阿靖要被逮捕了嗎? 我要先告訴大家 待會呢 聽完我的這番論述跟解說 來決定我的這個生死 因為呢 如果我今天被你們判定為 我還是蘿莉控的話 我呢 就要跳五封面的這個舞 放傳到我的秀著上 我建議可以關台直接跳囉 操!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始喔 哈囉我是阿靖 為什麼今天會來做這個議題 因為啊 很多人都說 我喜歡這種 身材嬌小的女性 阿靖你一定是一個蘿莉控 不是吧 我覺得 蘿莉的定義是另外一種定義 你們知道嗎? 這個定義是什麼樣的定義? 我來唸給大家聽 這個 他在這個維基百科上 就是8歲到13歲到15歲 這段階段的人 都會把它當作蘿莉 那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喜歡的只是這種 身材嬌小的女生 我不喜歡 沒有成熟 沒有18歲的女生 如果我今天講述完 我所有的論點 以及做了這個蘿莉控的測驗 在這個最後的最後呢 觀眾會幫我投票 判定說 我是不是蘿莉控 那如果我是 蘿莉控呢? 我就要接受懲罰 去跳你們知道的那個 我會放在我的秀的上 福利連算蘿莉嗎? 福利連不算 我還誇號我 只僅限在二次元嗎? 所以你三次元是蘿莉控 三次元不是 你不要再亂說話 你不要再 造謠了 你知道我下一頁PVT做的是什麼嗎? 有很多人對我有所誤解 你看現在在場的聊天室的 每一個人 都是對的 都是錯的 開播10分鐘 大家還覺得 我是蘿莉控的話 你們再扣個4 我再開始跟大家解釋 一堆4 啊 這應該是這樣子的 你們知道嗎? 你要不要說說看 二次元你喜歡誰? 哈! 我就等人來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下面呢 準備了一些 我喜歡的角色 跟大家解釋一下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 好像有點危險 我應該要點開嗎? 我來舉例一下 我喜歡的類型 看到了嗎? 蘿莉 我跟你說 她10歲 我不喜歡沒有成熟 沒有18歲的女生 聽我解釋 就不用解釋 我們進去老裡再解釋 這是喜歡的類型 不代表 我要去 發苦這個 阿塞蘿拉OK? 阿淨你還不如不舉例 啊不是啊 我就真的很喜歡 阿蘿拉地區的小女... 呃 小...亂講話 沒錯 我喜歡就是寶可夢的 10歲小孩 沒有10歲的小孩 阿淨你的例子 真的是不如不要舉 好 那我們舉別的 合法的 合法的 好不好 合法的 不對他也不合法 合法的 這PPT誰做的啊? 給我拿去重做 這不是我做的 真的 我沒有做這種奇怪的PPT 老哥 馬娘都上國中生 屁啦 馬娘是高中生吧 我不相信 然後立馬查給大家看 我想看你摘下去 我看看齁 這個回擊百科沒有講 座話設定就是國中 完蛋了 馬娘年紀有國中 我記得是李傳小時候才是國中吧 這邊有一個 精英玩家俱樂部的一篇文章 他說 特別之後跟他同期的 全部都是 初中部的 初中部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大概是13歲到15歲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我現在整個人都沒了 再往下一張圖看起來 我似乎是 待會就會直接被抓走啦 沒錯啊 我現在就是喜歡 小小有可愛的人 沒錯啊 阿靖現在就像在 開車的高速公路上 為什麼全部人都在逆向行駛 只有我是對的嗎 我才是那個 一直以為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 但是渾然不知 其實他媽自己就是 就是落裡的那個人嗎 我現在逐漸落裡了嗎 不然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他就不是那個年紀了吧 好的你還是受控 我沒有受控 不然這個合法了吧 這個合法了吧 我怎麼記得他是國中之類的 沒有他沒有國中他合法了 阿靖喜歡平的還是外表右的還是右右右平的 我喜歡右右右平的 還要短髮 我所離見話越來越近囉 說了這麼多 結果你到底是在辯解還是在暫違 所以我現在只能總結自己 是蘿莉控但不是戀童屁囉 我今天花了30分鐘 做什麼心理測驗 不用 這些都是戀童屁測驗 我根本就不需要 我只要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承認自己 對 你就是蘿莉控 就沒事了 這實在是太不能讓我接受了 OKOK我們開始哈 你這個測驗就是白問啊亂講 我馬上測 說不定這個測驗可以還我一個清白 第一個問題是 你喜歡著女孩子的類型 嘗試描述的一下吧 第一個是有著二次元的 動漫美少女的簾 黏在你身邊的青梅竹馬的美少女 第三個是又美又溫柔的呂老師 家裡附近的小女生 你不要違背你的內心 你想要選家裡附近的小女生對吧 我沒有要選 家裡附近的小女生是交給規規的 我沒有要選 阿靜你選啊 我沒有要選 第二題是 如果你理想中的女生 出現在你面前你會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犯罪問卷吧 1把他的衣服脫光光 2幫他拍照 3逗他開心 4躲開再說 這個完全就是要犯罪 我跟你說 你的腦中有奇怪的思想 在你腦中逗他開心的方法 一定有點變態 沒有我選的是 幫他拍照 完蛋了 我怎麼覺得我腦中的想法怪怪的 第三個 你喜歡的女孩子所穿的衣服是 1 Cosplay 2裸體圍裙 3水手服 4旗袍 怎麼會有裸體圍裙在選項裡面 Cosplay也很危險 裸體圍裙很危險 旗袍也很危險 我們選水手服好了 不對水手服就找了別人才到了 水手服 你就喜歡中學生 最好是剛放學的 我沒有 好不行我們講了 選了就是選了 第四個問題 你喜歡對方怎麼叫你呢 1直接叫你的名字 2名字的後面加上 這個要用懂日文的人來講 或者是大哥哥 你講或是 主人 我覺得這都有點怪怪的 我們就選 直接叫名字 準備要實際一點 叫先生太遠了 叫大哥哥變態死了 叫主人更變態 你因為他叫我吧 蛤你剛剛又說什麼 沒有啊 我因為他叫我本名 你說喜歡的女孩子的個性是 1正直可愛 不管你說什麼都會聽 任性又愛欺負人 笨笨的讓人無法不顧 我們這邊就選個正直可愛好不好 正直可愛 好下一個問題 問題6 會想像理想中的女孩子 並且跟著 掉入妄想的世界嗎 每天 少少 差不多 偶爾 請問他這個意思 我可以翻譯 他這個意思 大概就是你會 好我說我說我說 我說我大概知道 他意思就是 你會不會想著你喜歡的人 偷偷的來一發 為什麼一定是一發 嗯 妄想的世界 都都都都可以 他自己怎麼算都可以 問題7 對於你來說最萌的場面是 1 可愛的女生說 這個你喜歡吧 拿出自己親手做的料理 第二個是 可愛的女孩子說 你回來了 出來迎接你 第三個是 可愛的女孩子看著自己說 做什麼都可以喔 第四個是 可愛的女孩子 女兒女兒說 我有話想對你說 嘶 正常的男性的切腳 一定是光注的選三吧 你好變態 我沒有很變態 這很正常吧 第八題 如果你理想中的女孩子 不是處女的話 你會有什麼感想 第一個是 這沒啥W的 2 這有點難接受 3是絕對不行 4 不是處女我不承認 我們直接把1給他按下去 這沒什麼W的 好不好 問題9 對於蘿莉控的存在感到可恥嗎 1 會這麼想 2 不會這麼想 3 有的話也不會覺得不可思議 4 四周的所有人包括自己 都只能是蘿莉 我覺得這翻譯有點怪怪的 有一點可以幫我解答解答吧 我也不知道 跟他翻得差不多吧 那就是 應該是不會這麼想吧 不能去批評任何人喜歡的東西 只要他沒有犯法的情況 就像我今天跟大家闡述的 PG有誰會批評自己呢 總而言之呢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是蘿莉控 不會這麼想 2 有一點這麼想 3 大大的這麼想 4 對自己想不出蘿莉以外的行動詞 我原本一開始的時候是1 我現在開始有一點餓 我應該要貫徹始終 做好自己 我一定是 有一點點這麼想 這個東西呢 解析出來的東西是這樣子的 再起不能的程度呢 是35% 能不能恢復成正常人的項目 如果你是100%的話 你這輩子就是蘿莉控不會再改變了 第二個呢 是你的腐壞的根性 簡單來就是你的鬼出的程度 有51% 應該要預防性低啊 第三個是二次元的倒錯度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對於二次元角色的鋼管程度 這個越高代表你二次元的症候群就越重 說啥呢 好油喔 我旁邊可是坐著鯉魚群的 社會的現實中 現實中可以蒙到你的機率 你看 現實中 還是有81% 我還是會喜歡的 所以 所以你有81%的機率會喜歡 身材嬌小可愛的小女生 我們三次元的東西 我們下次再來討論這件事情 總而言之呢 我要把投票結果給按掉了 我們最終的結果喔 應該看得很清楚吧 很明白吧 你就是蘿莉控 謝謝大家